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自两年多前,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通过以来,英特尔就已宣布计划在美国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以扩大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晶片制造和先进封装能力。 这些历史性投资将支援数万个就业岗位,加强美国供应链,促进美国研发, 并有助于确保美国在尖端半导体制造和技术能力方面的领先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英特尔公司和美国商务部11月底共同宣布, 双方已就晶片与科学法案补贴条款达成一致, 美国商务部将依据晶片法案向英特尔的商业半导体制造专案提供高达78.6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资金, 低于3月份宣布的85亿美元补贴。 这是促进国内半导体制造业计划的最大直接补贴, 将支援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近900亿美元的制造专案。 英特尔还计划申请美国财政部的投资税收抵免, 预计该抵免额将达到1000多亿美元合格投资的25%。 此次双方达成的正式协议, 是在此前签署的初步条款备忘录和商务部完成尽职调查, 以及宣布的投资税收抵免之后做出的。 最终,直接补贴金额低于之前公布的初步协议补贴的85亿美元, 是因为美国国会要求使用晶片法案资金来支付30亿美元的Secure Enclave安全飞滴计划。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级辛格表示, 英特尔3已经投入大批量生产, 英特尔18A也将于明年投入生产, 尖端半导体将再次在美国本土生产。 两党对恢复美国技术和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大力支援正在推动历史性投资, 这对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英特尔坚定地致力于推进这些共同优先事项, 它们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扩大美国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 英特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方面已实现了一项重要里程碑, 完成了业界首台商用高数值孔径及此外HiNA EUV曝光机的安装, 并在俄勒冈州西尔斯伯勒的研发基地完成了另一台高数值孔径曝光机的安装。 这将使英特尔能够推动下一代晶片制造尖端技术。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表示, 晶片法案计划将增强美国的技术和创新, 使美国更加安全。 英特尔有望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感谢拜登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的领导, 美国的晶片法案补贴正在催化英特尔在美国历史上 对半导体制造业进行最大的投资之一。 这次缩量后的补贴资金具体措施包括, 将支援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两座新的尖端罗际晶圆厂, 升级新墨西哥州的两座先进封装设施, 再建设两座领先的罗际晶圆厂, 以及在俄勒冈州投资美国领先的前沿技术开发中心。 英特尔可以在达到美国四个州的专案谈判基准后, 开始获得资金。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根据已经达到的里程碑, 该公司今年将有资格获得至少10亿美元的资金。 英特尔在俄亥俄州的工厂已被推迟几年, 目前还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联邦支援, 尽管它已经从该州获得2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表示, 英特尔的合同将意味着美国设计的晶片, 首次由美国工人,在美国由美国公司制造和封装, 其机构负责实施2022年晶片法案。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党法案, 计划拨出390亿美元的赠款, 75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 以及25%的税收抵免, 以振兴美国晶片制造业。 雷蒙多指出, 英特尔的合同是第六个最终确定的合同, 未来将有更多合同完成。 他补充说, 合同的最终确定是为了保护和保障纳税人的钱。 美国商务部的合同, 包括五年内对股票回购的限制, 以及分享有意义的超额利润的规定。 不过, 当选总统川普批评晶片法案计划太糟糕了, 共和党同僚威胁要修改, 甚至废除该法案。 川普政府在2025年1月上任后, 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一努力。 这一风险促使美国商务部加快工作速度, 寻求尽快完成与英特尔、台积电和其他公司的谈判。 完成谈判一直是英特尔的首要任务, 尽管英特尔深陷财务困境, 和多年的技术事务。 但该公司花费数月时间试图说服华尔街和美国政府, 它可以实施大规模的制造业扩张。 这也是拜登政府迈出的重要一步, 该政府正试图使其产业政策举措, 免受川普未来领导下的潜在变化的影响。 英特尔的最终拨款, 包括近79亿美元的商业制造奖励和30亿美元的军事生产奖励。 剩余资金包括贷款的直接成本以及人员成本。 美国拜登政府官员将其半导体雄心的很大一部分压在英特尔身上。 英特尔是美国唯一一家先进处理器制造商。 该公司承诺在美国工厂上投资1000亿美元, 相当于晶片法案刺激的私人投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并将为军方生产半导体。 这使得英特尔的专案对于国家安全和该国实现在尖端逻辑晶片领域, 占据20%全球市场份额的更广泛目标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最初有望获得85亿美元的晶片法案补贴和110亿美元的贷款。 有高级官员表示, 由于最终协议的拨款有所减少, 英特尔选择不接受任何贷款。 他们表示, 资金削减不是因为英特尔面临更广泛的业务挑战。 相反, 这考虑到英特尔单独获得的30亿美元拨款, 用于为军方制造先进晶片。 消息称, 英特尔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此专案。 名为安全非地的专案, 原本应该从五角大楼获得大部分资金。 但今年2月, 美国国防部官员退出该交易, 议员随后将责任推给美国商务部。 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官员将他们的一些新义务 纳入已经为英特尔预留的晶片法案资金中, 从而减少了英特尔最终收到的资金总额。 英特尔对此表示, 贷款条款对英特尔股东来说不如预期的有利, 也不符合英特尔的长期增长和市场利益。 该公司表示, 期待与新政府就未来利用贷款条款进行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最初提议的奖项计划支援其在美国的所有专案。 但该公司此后推迟了关键地点的建设, 这意味着英特尔计划的总资本支出中约有10%将在2030年之后实现, 这是获得政府支援的最后期限。 俄亥俄州的建设原本预计在2026年底完成, 而英特尔现在计划在2030年前建成第一家工厂, 第二家工厂则要到2030年之后。 据政府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这意味着英特尔最终获得的拨款将只支援俄亥俄州的第一家工厂。 英特尔的亚利桑纳州工厂也略有推迟。 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表示, 亚利桑纳州厂的生产原本预计在2024年底开始, 现在推迟到2025年。 该公司已经在新墨西哥州完成一家先进封装工厂的建设, 并在俄勒冈州投资一家研发机构。 总体上,英特尔已在美国建设上花费300亿美元, 而基辛格已将雄心勃勃的企业复兴寄托于此。 然而,英特尔八月糟糕的财务报告引发了投资者, 对执行长基辛格的扭亏微营计划可行性的担忧。 在进行巨额投资之后, 英特尔利润率已经缩小, 并宣布蔡元1.5万人。 由此可见, 美国官员也不得不应对英特尔面临的重大业务挑战。 自今年3月宣布初步奖励以来, 这些挑战变得更加明显。 据美国媒体报道, 政府谈判陷入僵局, 原因是双方在英特尔必须向寻求审查其技术路线图的联邦官员 分享多少讯息方面存在分歧, 同时也存在一些条款, 说明如果英特尔剥离其制造业务, 部分货全部被收购将会发生什么。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